先下載這個範例檔案 然後一樣是解壓縮之後 並且開啟第一個單元 就是01文字與資料函數裡面的第一個練習題 叫文字與資料函數 那我們今天就會有一個練習的作業 這個作業就是這個檔案裡面 所有你看到需要填上去的答案 就是今天我們要做的 打開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第一個題目 就是綜合練習 然後我們今天最後最難的應該就是這個 手機號碼必須把它串在一起之後 產生一個類似上方看到的結果 並且要用REPT加上LEN這兩個函數 OK 怎麼做 其實如果你不會 我也試過用ChargePT 它馬上幫你把答案做出來了 而且如果你假設不用REPT跟LEN函數 其他函數也可以 你會發現它馬上也幫你變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對ChargePT來說 簡直是太簡單了 真的你低估太陽能力了 甚至他可以幫你直接把它寫出程式來 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因為我自己已經用了滿長一段時間 我覺得很多地方寫的都比我自己寫的還更好 那我何必還要自己花時間去想怎麼寫 乾脆我都直接敘述告訴他知道 但是我覺得最難的地方應該是你要學會 讓他知道你到底要什麼 這個敘述的方式 OK 你不能隨便做 所以基本上有些關鍵字 你一定要知道 你不能用你的理解去講這個關鍵字 OK 所以這個往後我會用一些範本提供給各位 那上個禮拜基本上我們就已經學會一下REPT 上個禮拜已經開始寫 我記得好像我們上個禮拜的這個影片 我有貼到有沒有 這個公告區裡面 然後呢我們基本上就是講了REPT 跟那個LEFT 這兩個 所以今天的作業 基本上就是第一個請你把這個問題給填上去 這個問題當然就是 如果你的銷售量超過100筆給一顆星 那這邊有個星號 所以你可以怎麼做呢 當然如果你以往的做法是先 優標放在C3 然後按下上面的插入函數 這個FX就插入函數 接下來找到類別 我習慣是用文字類的 所以你可以找一下文字類 裡面一定會有個叫REPT的一個函數 OK那你就往下找 它REPT找到之後按確定 但是你按確定之前 我建議你看一下下方的說明 包含就是它會需要幾個參數 應該是兩個 一個是什麼字 然後第二個應該是什麼 LUMBER CHASE應該是重複幾次吧 所以它這應該底下有個敘述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接下來按照它的 所以這個函數基本上就有點像問答式的 第一個請你回答我兩個問題 它還跟你後面有文字跟數字 文字應該可以猜 重複的字是什麼 重複星號 OK 那第二個問題應該是重複幾次 那我等應該是這邊要出現的是一顆星 那要怎麼給一顆星 你可以從銷售量裡面 再把它除以100就可以了 有沒有 那除以100之後後方會出現1.58 那會得到結果就一顆星 因為星號沒有小數點 所以它得到的就是一個整數 當然另外還有一種做法 就是你直接把1.58變成1 1是就是說取那個數字裡面的整數部分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取得數字的整數的話 你就會想到一個函數叫INT INT就是整數的意思 INT 然後把它前刮弧一下 再加一個後刮弧 把它刮在裡面之後 那你會發現這邊就是得到1了 有沒有 所以這個INT函數 其實它主要是幫你留下整數部分的資料 並且剔除掉小數點的部分 OK INT 當然除了INT之外還有別的函數 只是INT應該最簡單 OK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把它向下填滿 理論上 因為你做一個 你不要傻傻的 因為是有一個很方便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當你點擊 你這個除塵格右下角有一個空點 有沒有 它會本來是白的 移到這邊變黑的 按住它不要放往下拉 它就會幫你把這個公式直接複製到底下去 OK 但是它會有一些地方要特別小心 就是如果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假設你的公式裡面有儲存格位置 像這個CE有沒有 CE指的是這個儲存格 然後B3指的是這個儲存格 如果有儲存格位置的話 只要你向下填滿 它就會把那個數字的 就後面這個數字 自動加1 那加1的話會有個問題 如果你向下填滿 你會問老師為什麼下一個變等級等級 因為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它的公式會自動變C2 那下一個變C3 你說老師不對 我那個星號固定要在1 怎麼辦很簡單 記得如果你要固定的話 只要給它錢就好了 OK所以按SHIP加上一個4 SHIP4加一個錢的符號 給它錢 所以如果員工要離職 加星它就不走了 不過它加的夠多 這個沒關係啦 我只是好記啦 所以你加一個錢 表示說1它就固定了 按確定之後打勾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它就是一顆星一百筆 兩百多 四百多 所以它等於是取百位數字的 那如果沒有百位數 那就沒有 沒有就沒有 沒有的話就不輸出 OK 四顆星應該沒問題 好 那當然啦 你說我剩下這幾個 沒關係我C1C C1C貼OK啊 可以啊 人少可以 但如果這邊假設是 幾萬個人的話 我想你應該就不會想要這樣做了 那現在的資料處理 通常都不可能太少 一定都是非常大的數量 OK 那更大的就是Big Data 那什麼叫Big Data 大數據 其實就是人工無法處理的資料量 其實就是所謂的大 那如果人工無法處理的話 那不用人工用什麼 那就用工具嗎 可能類似像Excel這種工具 或甚至是你要寫點程式 不然的話呢 很多事情就無法順利解決啦 好 所以上個禮拜有講到吧 那同樣的你也可以把這個問題 迅速給TrackGP知道 它也會幫你把答案取得出來 這個部分我有在雲端上面 所以你們也可以參考 雲端上面的這個位 雲端白板有沒有 那其實我有實際上 就是把那個問題 模擬一下 就是問TrackGP 當然 這邊我有去 就是利用TrackGP 那當然呢 我們第一件事 就是要先把TrackGP叫出來 當然最簡單的方法 你就直接在Google上面搜尋 TrackGP這個關鍵字 那第一個連結應該就 不是第一個 第二個 這邊有廣告 這不是 這個連結點進去之後 Start Now 那我是建議 如果你用TrackGP的話 你直接登入 直接用Google帳號就好了 OK 這邊有Google 所以你就先登入Google帳號 然後再 先到TrackGP之後 再用 使用Google帳號繼續 當然其他帳號也可以啦 你就選 可是不知道 學校的帳號可不可以 應該可以吧 我記得沒有 沒有檔 沒有檔 所以如果你沒有學校帳號試試看 理論應該也可以啦 OK 如果不行的話 你就自己再用你自己的Google帳號 登一下 應該差不多也OK 好 那當然呢 你可以把這個問題丟給他 你要怎麼敘述 理論上 像剛剛這個問題 比如說我要得到這樣一個公式的話 那怎麼跟他講 當然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開頭一定會跟他講說 請幫我撰寫什麼呢 關鍵字 就是以色列公式 OK 所以請幫我撰寫以色列公式 然後這一件事要做什麼呢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畫面 你可以移到旁邊好了 比如說一邊看到這邊 就在一邊打那個問題 這個問題什麼呢 就是將這個什麼 B3這個儲存格 當然你要模擬一下 就是你優標已經放在C3 然後你將來要產生的公式是貼到C3 所以你的敘述 基本上就是按照這樣的邏輯去產生的 所以將B3的儲存格 OK 然後銷售量 你順便跟他講一下 這個裡面是放什麼 1158 然後幫我用信號輸出 每100比1顆星 大概就這樣 其實也不用太複雜 那理論上 你把這個敘述給他之後的話 當然 你可以自己很 不一定要每個字都跟我一模一樣 你要輸出之後 執行這個敘述 請他幫你產生公式 他就會馬上幫你把這個公式產生 當然一樣 你會發現 其實跟我們自己打的沒有太大的不一樣 最大的不一樣 主要就是這個 他的這個 信號 是 直接產生 當然如果你敘述裡面 你不要說 這個信號部分 你可以改成C1儲存格裡面這個信號 他就會變C1了 OK 應該不影響結果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結果複製起來 再貼到哪裡呢 當然如果你要用他的 你可以把舊的刪掉 然後把它貼的話 理論上建議是貼到資料編輯列 就上面這個 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 我建議你打勾 OK 然後你把它向下填滿 這樣應該結果一模一樣 也沒什麼差別 不過啦 這個公司對串域來說 真的太簡單了 他一定不會有錯了 我應該試了很多次了 簡單的公司對他來講 太簡單了 難一點的公司對他來講 好像也還蠻簡單 馬上就把答案寫出來了 簡直是太棒了 很久以前如果有這東西的話 上班就輕鬆了 根本不用想 而且以前也不用花那麼多時間學了 但是以前沒有啦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把這個完成 另外還有這個 稱呼 這個好像我們上禮拜也做過了 所以Labs這個留給自己 各位做 那Write的部分的話 這個部分就是 假設你要取右邊數過來的字的話 一樣 Write你可以第一個優標放這裡 一樣插入函數 找到Write R開頭 然後他要取幾個字 從這個資料 這串資料我要取 最後的五個字 最後五個字應該就Excel 所以你就直接利用這個 找到Write 這個 插入函數 按確定 然後一樣喔 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這個資料 我要取 右邊算過來五個字 輸入五就可以了 得到的結果是Excel 那再來下面是四個三個 OK 你當然幾個做法 你其實也可以重做 不過有時候比較偷懶的話 你可以向下填滿 然後再把它做修改 修改的話它四個碼 它這邊五個 那沒關係 你把它選取之後 我的習慣是 改完之後打個勾就好了 有沒有 這樣比較快 這個是三個 所以點一下這個儲存格 修改上方這個要資料編輯列 然後打個勾就可以了 這樣子不就把問題解決 那區碼應該就前兩個字 然後電話號碼就後面八個字 這個比較簡單 請各位自己把這幾個問題 把它完成 反正今天的作業 也就是把這個檔案裡面 你看到空白的地方 把它完成 就是今天我們要做的 OK 然後還有就是說LEN 這個我想上面 這個問題就是說 算一下身分證字號的字數 是不是正確 那以往當然我們身分證字號 一定是十個字 你如果假設輸入多一個字 或少一個字都不行 那我怎麼知道它輸入的字數是對的 如果你不會用某一個函數 你真的是就麻煩了 你總共有眼睛去算吧 12345678910 十個 12345678910 11 所以你要怎麼知道 到底它裡面有幾個字呢 關鍵就是這個LEN 所以你可以插入函數 然後找到有個函數叫LEN OK 這個 那你會發現它會告訴你說 這個是傳回文字字串字圓個數 這個敘述應該也可以理解 而且它還用字耶 我覺得它有點是 又白話又文言 OK 好像感覺又中文又英文 不過你慢慢習慣就開得懂 OK 它其實非中非英 非現代也非文言 反正就是說 有點類似火星文的感覺 我剛開始也不太能接受 不過後來我發現習慣之後 就會蠻可以理解 OK 如果你還是不能理解下方有個函數說明 這是官方的說明 OK 所以有同學說老師我到底是不是要買書 我是覺得這上面都有 只是我寫得不好 但是都還可以啦 至少查得到 OK 所以要查到底幾個字 很簡單嘛 查入函數 然後這個問題就一個 TEST 你看到TEST就文字 文字在哪裡 在這裡 他幫你算完十個字 向下填滿 好 那你就知道說 這兩個人 你給我填錯了 你們身分證號怎麼會選一個 OK 你就不用自己眼睛算了 OK 好 那這個比較簡單 所以好處就是直接幫你算完幾個字 尤其是字數太長的 你就不需要自己清理行為 那性別的話就是身分證字號的第二碼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直接得到 一的話是男 二的話是女 那這怎麼辦 這裡的話需要兩個函數 一個函數是MID MID就MIDL 不是Right也不是LAT 它是在中間 OK 幾個字一個字 那MIDL用的比較多 OK 然後取出來之後再判斷 如果它是一的話 那就輸出男 反思就是女 那這要怎麼做 請各位試一下 OK 這個公式最好是自己會的 如果不會 其實CHGP也可以代了 你可以把問題丟給CHGP 它一樣會告訴你最後的公式 OK 不過我建議啦 這種簡單的 你不要一直用CHGP 我覺得這裡有浪費時間 當然也不是不行 OK 好 試一下 那後面我們今天的目標 就是把這些全部完成 好 好